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事咱们得从一个叫李鸿雨的人说起 这李鸿雨家住在山东围坊朱城市顺王街道建口社区 93年出生的 这李鸿雨啊 别看是个女同志 但特别能干 特别能吃苦 平时呢 也开货车 也经营澡堂子和理发店 收入还算不错 李鸿雨家呀 一共是姐弟三人 除了李鸿雨之外 还有一个妹妹 有一个弟弟 2021年1月30号晚上 李鸿雨呢 也不在家 李鸿雨的弟弟 叫李鸿文 这李鸿文介绍说呀 当天晚上十点 天也不早了 回房间睡觉 父母和二姐呢 也都躺下了 转过天来 早上六点来钟 李鸿文 起床之后 哎 看见父母啊 都倒在院子里边 二姐呢 躺在床边的地上 喊爹喊妈 喊姐 都没反应 这可把李鸿文 给吓坏了 赶紧到了大门口 找邻居 沈子帮忙 让沈子呀 打电话 他跟沈子 回到了家里边之后 发现自己的爷爷 也倒在炕上 也喊不行 随后呢 这李鸿文 又就感觉呼吸困难 喘不上气来 哭通一下子 就晕倒了 据后来李鸿雨说 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闻到空气之中啊 有骨子臭味 以为是天然气泄露了 21年1月31号九点来钟 李鸿雨赶回建口社区的时候 发现交警已经对道路进行交通管制了 李鸿雨当时问这交警 交警说 可能是发生了天然气泄露而封路了 在这起事件之中 李鸿雨的爷爷 李鸿雨的父母和李鸿雨的二妹 四个人都失去了生命 包括李鸿雨在内 有35个人中毒住院 后来经过鉴定 四名死者都是刘化清 甲刘纯 甲刘弥中毒而死 35位伤者之中呢 有三个人属于重伤 另外有当地老百姓表示说 邻居家的狗啊 鸭子呀 大鹅呀 也都熏死了 您各位化学成绩好的 或者在网上查查 都能查出来 刘化清呢 没有颜色 但是有一股子臭鸡蛋的味道 是一种神经毒剂 主要啊 是作用于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 可以伴有心脏等多器官的损害 我们的脑组织 对这刘化清的毒作用是最敏感的 高浓度的刘化清 可以使人在几秒钟之内就突然昏迷 呼吸心跳骤停 甚至直接导致死亡 而甲刘纯呢 这毒副作用类似于刘化清 吸进去之后啊 头疼恶心 还有不同程度的麻醉作用 高浓度吸入 可以引起呼吸麻痹而死 而甲刘纯呢 对鼻子呀 对咽喉啊 有强烈的刺激性 引起咳嗽 引起胸部不适 持续吸入 或者高浓度吸入 会出现头疼 恶心 呕吐等等 经过调查 那毒源很快被锁定了 就来自距离李鸿宇家600米远的风昌机械厂 经过调查 2020年12月25号 王辉 陈涛 李凯 毛德伟 这几个人 为了非法获利 在不具备处理资质的情况之下 一块出钱 租下来了建口社区 风昌机械厂的院子 用于非法收集 存储和排放工业废业 2021年1月份开始 王辉和陈涛 先后雇佣金属光 崔奇 马刚等人 具体实施 这非法处置工业废业的行为 2021年1月29号 他们呢 把含有流氢化纳的工业废业 一共37.69吨 倒在了 诸城市风昌机械厂院内的地灌里 在倾倒过程之中 含有流氢化纳的肺液 和地灌里原有的酸性肺液 产生了反应 导致在场工作的金属光 当场就中毒晕倒了 后来经过医生诊断 是轻微中毒 当天晚上 王辉就把灌口 用沙土封堵住了 在一个多月之后 就发生了工人中毒事故 但是王辉陈涛他们 并没有警醒 反而在之后 又酿成了更大的事故 他们就为了挣钱呢 1月30号晚上 陈涛王辉等人 把一罐含有醋酸的工业废业 运到了诸城市风昌机械厂院内 安排金属光 崔奇 马刚等人 把这工业废业 直接倒在了机械厂北门的污水管口 1月31号凌晨 王辉 陈涛 马刚 崔奇 金属光 在明知道 含有硫氢化钠和含有醋液的肺液混合之后 会产生有毒气体的情况之下 仍然把这肺液排到了污水管口内 导致两种肺液发生反应 产生了硫化氢等大量的有毒气体 并且通过污水管网就扩散出去了 他们这是故意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的发生 这就造成了建口社区居民四人中毒死亡 35人中毒住院的严重后果 后来经过相关机关的权威鉴定 这次清倒微废品 导致风昌机械厂 以及附近区域的土壤和地下水生态环境 损失价值合计24062643元 所产生的气体导致空气环境损害 损害额是44238.39元 被警方抓获之后啊 这王辉说 他呢只有小学文化 做过塑料颗粒加工生意 2020年看处理废水 挺挣钱挣得也快 就找陈涛李凯和毛德伟打算一块干 李凯出面租下的风昌机械厂 买了容积三四十立方米的储存罐 到后来呢 这李凯跟毛德伟啊 就选择退出了 为了招揽生意 王辉呢 在网上发布消息说有能力处理工业废水 发广告的时候配的照片啊 还是从网上直接找的 他们没有资质 也知道处理废水违法风险高 有的客户呢 也问他们有没有资质啊 他就撒谎说 有啊 但是资质不让看 但保证能处理好废水 价格呢 是客户自己报 这废水呢 反正越浑啊 味道越大 药价越高 他们不仅没有微废品的处理资质 而且处理方式简单粗暴 对于街道的处理订单 他们呢 就是根据气味大小来决定 是直接偷排到市政污水管网啊 还是用地罐暂时封存呢 一般来的废水 如果没什么味道的话 什么时候车到了 什么时候排 直接给灌车接上管子 排到门口的排水口 如果拉来的废水 味道特别大 不敢直接排 先放主罐里 后半夜再用泵抽出来 排到市政排水口 在这一段时间 他们排屋一共获利5到7万元 中毒事件发生之后 王辉和陈涛也知道出了大事了 决定逃跑 深夜偷排工业废业之后 返回家里休息的王辉和陈涛 1月31号上午10点 重新回到建口社区 发现道路被封了 下车打听打听 什么事啊 听说附近有居民中毒 死了 而且周围充满了刺鼻的气味 这王辉陈涛提鼻子一闻 这不跟咱们排的那废液一个味吗 是不是咱们偷排废液 导致附近老百姓死了呀 赶紧上车就跑了 1月31号下午3点左右 当地警方是在日照市五连县境内 将两人抓获的 值得注意的是啊 经过层层转包 流转到王辉他们那儿的工业废业 除了来自山东省内企业 也有来自上海天津等外地企业的工业废业 2021年1月2号到1月28号 王辉和陈涛经人介绍 接收了山东杰城制药有限公司 产生的废液15车 一共是434吨多 非法倾倒至了 风昌机械厂外的污水管口 严重的污染了当地的环境 后来经过鉴定 这废液呀 都是危险废物 2021年1月27号 他们又接收了上海某公司产生的工业废液 25.88吨 安排人把这废液 卸到了风昌机械厂仓库里 非法住存 后来呢 一部分用于冲洗污水管口 掩盖1月31号凌晨 投放危险物质时候产生的刺鼻气味 1月30号 王辉陈涛等人 接收了天津某公司产生的含醋酸成分的工业废液 差不多13吨 在安邱市石堆镇 石仁坡村北边 非法掩埋 其中 王辉陈涛等人 参与非法处置全部危险废物 473.32吨 2021年5月份 维方市检察院对王辉陈涛 金属光 崔奇 马刚等5人提起公诉 检方认为 这5人的行为啊 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污染环境罪 此外 2020年夏天 王辉为处置废物非法牟利 还通过别人伪造国家机关印章3枚 公司印章5枚 这就构成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 伪造公司印章罪 维方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王辉等人 明知所清道的工业废业产生的气体 具有毒害性 仍然向公共下水管道内投放 放任犯罪结果发生 造成4人死亡 3人重伤 32人中毒 以及公司财物 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 行为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5名被告人 违反国家规定 排放清道处置危险废物 行为构成污染环境罪 其中 王辉 陈涛 金属光 崔奇 情节严重 王辉 伪造国家机关印章 伪造公司印章 又分别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 伪造公司印章罪 在共同犯罪之中 王辉和陈涛是主犯 金属光 崔奇 马刚 是投放危险物质的主犯 污染环境的从犯 2022年8月份 维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 王辉 陈涛被判处死刑 金属光被判处无期徒刑 崔奇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马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王辉他们还不服一审判决 认为量刑过重提起上诉 2023年12月12号 山东省高院做出二审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目前已经依法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行了 这个案子给您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才会 那今天咱们说一个什么事呢 来说说2015年的 一桩肢解分尸案 2015年10月20号 在湖北省恩施春光家园小区 一栋居民楼二单元103号房间里 几名警察呀 正在屋子里边到处搜查呢 不知道咱们听友 有没有住在春光家园小区 或者在附近的啊 如果有的话 估计您也了解这个案子 这套房子呢 就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一进去啊 灯光啊 特别的昏暗 就透露着那么一股 诡异的气氛 特别像那种恐怖片里边 是吧 幽暗的小灯光 在卫生间和厨房里边 哎 警方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有一个削了皮的土豆 您各位该说了 厨房里边发现土豆 这有什么奇怪的呀 这土豆啊 你削了皮 你当时不炒不拌 不炖不炸 那就挺奇怪了 更奇怪的是 这土豆上插满了香 这香呢 都已经快燃烧完了 怪不得警察 一进屋子的时候 就闻到了一股香的味道 原来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警察呢 四处查看着 这卫生间里边 一个土豆插着香 厨房里边 一个土豆插着香 除了这俩土豆 其他的 也没什么别的呀 哎 除了 对 就是这个 有一名警察 突然看见卧室角落里啊 有个大号的行李箱 箱子里边鼓鼓囊囊的 明显是装着什么了 警察呢 就问这屋主人 这屋主人啊 叫李仲海 这里边什么呀 这房主李仲海呢 明显很紧张 愣了一下 哦 衣服 我的一些衣服 警察用脚 就踩了一下这箱子面 哎 就感觉硬邦邦的 这要是衣服 可不是这样的 不对 这里边不可能是衣服 警方打开了箱子 看到了令他们无比震惊的一幕 箱子里啊 装着五六个黑色的塑料袋 里边明显都装着东西呢 赶紧说 袋子里装着什么呀 腊肉 这些是腊肉 我要带回老家去的 李仲海明显说话嘚嘚嘶嘶了 眼神啊开始闪闪躲躲了 干行针的民警啊 什么场面没见过呀 一看李仲海这样 心里边跟明镜似的 尤其 几个塑料袋下边还渗出了血水 快说 里边到底是什么 是王燕 里边装的是王燕 李仲海哆嗦的说出了这句话 这句话一说出来是震惊全场 行针呢 赶紧就开始联系法医 法医呢 立刻赶到现场 慢眯悠把这塑料袋打开了 就发现了藏在里边的秘密 这里边啊 装满了已经切割好的尸块 更让人震惊的 这些尸块都经过了高温的烹煮 就都已经把这些尸块给煮熟了 李仲海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了 他指着这些熟了的尸块说是王燕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得从两天前说起 为什么警方会来到李仲海这儿 也得从两天前的一个报案电话说起 王燕呢 是一家美容店的老板娘 突然就失踪了 丈夫和女儿啊 到处找他也找不着 只能报警了 刚接到报案之后 警方对王燕展开调查 发现这王燕在当地来说啊 是个很成功的生意人 这些年靠着做美容院项目 做医美 可没少证 这么有钱 会不会是让人绑架了呀 警方呢 就开始查他的社会关系 可没发现什么可疑线索 哎 这时候啊 王燕的一个闺蜜 跟民警说了这么一事 说王燕 虽然家里边有丈夫 有孩子 但他外边啊 还有个情人呢 相处好些年了 哦 那这人是谁啊 那个人叫李仲海 就住在春光家园小区 警方听到这个线索之后 没有直接接触李仲海 而是先调取了春光家园小区的大门监控 果不其然 发现了王燕的身影 根据监控显示 10月18号中午 王燕一个人进入小区的二单元 从那以后再也没出来过 种种迹象显示王燕来找的 就是他的情人李仲海 这么着10月20号 警方突袭了李仲海的家 这才有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一幕 这么阴森诡异的屋子里 还在卫生间和厨房焚香 那为什么要点着这些香呢 明显就是为了遮盖其他的味道啊 面对这行李箱里边 一个个黑色塑料袋里的这些石块 李仲海最终承认 自己用一条披巾勒死了王燕 为了害怕事情暴露 决定肢解尸体 但在屋子里边肢解尸体之后 那血腥味太重了 您各位想吧 平时咱们在厨房里边杀条鱼 那腥味都好一会儿都散不过去呢 更别说杀了一个人呢 李仲海呢 突然就想到了 哎对了 平时甭管鱼也好肉也好 你把它给煮熟了 他就没这腥味了呀 那我也煮了吧 把王燕的尸块 就都放到锅里边咕嘟咕嘟煮了 随后又点上香掩盖味道 至此这场震惊全国的分尸案浮出水面了 李仲海被当场抓获 通过调查 李仲海51岁 是离异状态 也没有正经工作 之前还有过犯罪前科 多年前因为盗窃罪 被判刑入狱两年 后来还想着越狱呢 又给他加了一年半 刑满出狱之后啊 这李仲海因为能说会道 就一直呢 以算命先生作为职业啊 这也算是个体户呗 自己做的挺开心 有客户来了 也能不少挣 一般的算命先生啊 其实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 自己是怎么坑蒙拐骗的 他不信这个 但是李仲海 哎 对自己算卦这一行 是深信不疑的 在公安机关的审讯之中 李仲海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案发当天呢 王燕到他家里边 李仲海呢 就总觉得这一段时间 王燕对他有点敷衍 甭管是说话也好 还是其他的什么亲密环节也好啊 太敷衍了 他就怀疑王燕 是不是外边又有了别的情人了呀 李仲海这人的心胸特别狭隘 还没能证实王燕有没有情人呢 他这小心眼可就受不了了 不行他背叛了我 我得不到的谁也不能得到 你背叛了我 你不能活了 趁着王燕去卫生间洗澡 这李仲海从背后掏出来一条披肩 勒住了王燕的脖子 把他就勒死了 按照这李仲海的供述 照理说这案情就清晰明了了 这就结束了 那这案子 一起震惊全国的案子 有这么简单吗 没有 隔了不久之后 可就又有了变数了 这个李仲海呀 特别狡猾 你想啊 当算命先生的啊 那都是八面玲珑的 正着也能说 反着也能说呀 检方呢 也清楚李仲海的底细 庭审之前也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哪知道李仲海在庭审当天 不承认杀人了 翻供了 我没杀人 他是自杀的 公诉人拿出了种种证据 法官呢 也对他进行询问 但人李仲海呀 嘿 面不改色 心不跳 特别的坦然 心理素质是真好啊 那这回李仲海又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呀 十月十八号中午 王燕呢 来到他家里边 要求帮着算一卦 原来这王燕 最近想跟别人做个项目 让李仲海算一下 能不能投资 会不会赚钱 但是李仲海呀 给他算了一卦 哎呀 你这卦象不好啊 这是凶卦呀 我说燕子呀 这项目你可不能做 你不但赚不着钱 还会有血光之灾 那在李仲海编造的这个故事里面 王燕还想着弄项目呢 为什么要自杀呀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李仲海呀 又编造出来了一个故事 说王燕呢 是找他算卦 想新上一个项目 看行不行 这李仲海算了一卦 最后卦象是凶卦 就跟他说 不能干啊 你干这个 不光不挣钱 还会有血光之灾 李仲海说 把这事跟王燕讲清楚之后 自己就去卧室睡觉了 可一觉醒来 发现王燕不在身边 他竟然自杀了 李仲海腾腾腾跑到卫生间 就看见王燕倒在血泡之中 法官 他是自杀 他是用刀片割的脖子 其实啊 他的面相当时就不好 我算卦的时候 卦象上我都看出来了 他要自杀 法医呢 也确实在王燕的脖子上 发现了刀口 并且是一刀割喉的那种精准刀法 不过在尸检时 法医也明确了死者的致死原因 是机械性窒息 一开始李仲海不是说 他是拿皮肩勒死的王燕吗 这是符合的 而脖子上的这刀伤 李仲海一开始交代 是为了放血 但现在开始抵赖了 开始狡辩了 他说这是王燕自杀的时候 自己划出来的 那你辩解法官 就顺着你问你呗 那他为什么要自杀呀 这个问题可讲究了 在外人看来 这王燕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还马上要跟别人合伙 搞大项目呢 怎么会自杀呢 李仲海会怎么回答呢 他又会编造什么理由呢 李仲海一开始听到这问题呀 很明显也愣住了 哎呀 猛住了 这怎么办呢 该怎么说呢 想了一会儿 哎呦 可就抓耳挠腮的开始表演了 一会儿啊 自言自语的 一会儿啊 顾左右而言他的 反正就不回答问题 直到法官开始警告他 他最终说出了一句话 呃 我想他可能是因为内疚吧 内疚 他为什么内疚啊 哦 我呢 跟他已经有这么多年的这个感情了 我俩呀 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李仲海就开始唐唐唐的说 说他俩呀 上学的时候呢 那是同班同学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起来的 很快两个年轻人就偷偷谈起恋爱了 1985年 这李仲海是为了讨王雁的欢心 偷钱给王雁买了一个收录机 结果被公安机关抓住 判刑两年 而在监狱里面太想念王雁了 就动了越狱的念头 事情败露又加刑一年半 你看 厉害就厉害在这了 这典型是算命先生的手法 跟你真真假假的说 七分真三分假 最后这个事说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照李仲海说 他是为了王雁 坐了三年多的牢 但出狱之后 还是遭到王雁父母的反对 俩人最终分手了 分手之后 也就毫无瓜葛了 这一晃 呼呼的二十多年可就过去了 二零零八年 两个人呢 又碰上了 此时的李仲海啊 已经离婚了 而王雁呢 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但是俩人再次一遇上 旧情复燃 就成为了情人 李仲海喜欢算卦 他给王雁算了一卦 就说王雁以后会有财运 生意有起色 果不其然 人王雁的生意 越做越大 赚了不少钱 李仲海更得意了 你知道为什么你挣这么多钱吗 你的财运是我给你带来的 这是李仲海说的 他跟王雁之间的关系 那还是没说王雁 为什么自杀呀 为什么内疚啊 李仲海又说了 那天呢 他带着两条烟来 找我算一卦 卦象不好 他闷闷不乐的 其实啊 他这几年在外边 跟生意伙伴之间 也不清不楚的 他的情人 可不止我一个 他可能觉得背叛我了 毕竟我为他付出这么多 我这一辈子都在为他付出 所以内疚 就自杀了吧 他觉得对不起我 可能是因为我当年坐牢是为了他 现在感情上又背叛我 他心里接受不了了 他就选择就自杀了 听完这些之后 在场的人包括法官 都是强行忍住 让自己别乐出来呀 这什么逻辑呀 一点逻辑性没有啊 但李仲海呢 还继续自己的表演 这叫什么 这在表演课上 这叫信念感 你知道吗 尽管你们都不信 我自己可当成是真的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是什么呢 李仲海甭管怎么说 汤汤汤 那车套子画一轮又一轮 但是没法自圆其数 警方啊 在他家里找出了烹煮过的尸块 并且通过DNA检测 也证实就是死者 如果王燕是自杀 你为什么要这么处理尸体啊 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啊 法官一次又一次的抛出这个问题 李仲海 你知道人怎么说吗 可神奇了 我不能报警啊 因为我跟王燕 有过约定 有过约定 什么约定啊 约定他死了之后 他自杀之后 你得把他切了 剁了再煮了 这李仲海说呀 王燕当时跟他再次偶遇之后 他就认定王燕是自己老婆了 王燕也向他承诺 等父母过世之后 就陪着他终生到老 王燕呢 想死了之后 埋进我们李家的祖坟 他想真正成为我的妻子 我要是报了警了 那他的尸体就会被你们带走 最后也会交还给他丈夫那边 这样我就没办法完成对他的承诺了 我得让他葬进我们李家祖坟呢 所以我才选择肢解 我准备把石块用行李箱带回老家 埋在祖坟里呀 哎呀 这个理由啊 听的人们哪 哎呦 角度清奇 有想法 嘿 这理由很奇特 确实这李仲海能言善道 还真想出来这么一奇葩理由自圆其说 不过别忘了到底死者是怎么死的 是勒死的 还是自己拿刀片抹脖子自杀的 专业的法医 权威的法医专家一检验 这事就清楚了 在专家组的这个权威鉴定之下 出具了死亡报告 证实王燕就是被勒死的 哎 就这死亡报告摆到桌面上了 李仲海人家就不认 我我我没勒死的 他他搁脖子自己死的 这这怎么形容 这叫抵赖知道吗 但是呢 他还是那么真诚 就是那种感觉 我说的才是事实 你们不了解我 最后啊 法官拿出来了李仲海 在公安机关审讯时的录像证据 在视频里李仲海轻口承认杀害了王燕 那假的 我编的 我当时我随便编的 我现在说的才是真的 估计法官当时脑子里边都在响彻着一个声音啊 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哈 李仲海反正就在法庭上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 就是想推翻证据 推翻供词 逃脱罪责 但是 这起案件的专案组 早就收集整理出了完整严密的证据链条 一切证据都指向李仲海 你再抵赖 有什么用啊 警方当时通过侦查 发现这李仲海杀害王燕之后 把尸体扔屋里 还跑去清水走廊 闲逛了一圈 晚上回到家里 王燕的尸体就在旁边呢 哎 他坐这还玩起了网络游戏 哎呦 在那打的可嗨了 那可开心了 这心理素质是真好 第二天呢 王燕的女儿还给他打电话 还让这李仲海给算算 我妈妈去哪了 李仲海呢 还煞有其事的说 哎呀 我刚算了一挂 你妈妈呀 可能是去了西南方向的同学家里 这家伙 据王燕的女儿说 当时李仲海给他回电话说这事的时候 语气平稳呢 一点异样情况都察觉不出来呀 在这之后 李仲海花了16个小时 再加肢解尸体 这一系列的犯罪事实 现在证据清楚确凿 李仲海一系列的行为 残酷冷血令人毛骨悚然 法庭上 后来李仲海也知道抵赖抵不过去了 哎 又找了别的说法 为了自保啊 他说在2014年就失去了性能力 所以他跟王燕早就没有了那种床上的关系 导致王燕太寂寞了 才另寻他欢 事实上李仲海杀人动机可能还真跟这个有一些关联 从那以后他变得自卑了 疑心更重了 只要王燕稍微有点敷衍 他就心生怨恨 2016年10月16号法庭做出宣判 李仲海反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死刑 李仲海还不服呢 提出上诉 2017年12月5号 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 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5月25号 李仲海被执行死刑 咱们今天来说一桩2013年发生在河北的凶沙案 13年2月18号清晨 河北省高碑电视境内的112国道上飞驰着一辆警车 这辆警车的目的地就是一个刚被人发现的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就在112国道边上 死者是一名男性 经过初步勘验 死者生前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暴力侵害 身体的右胸部 包括前腰腿 那血把衣服都染透了 血特别多 胸部腹部有多处刀伤 根据初步判断 应该是胸腔腹腔 多脏器受到损伤 失血过多 休克而死 从伤害情况来看 这应该是一起暴力致死案件 可是经过初步勘察之后 警方发现这个现场有问题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 死者穿着一双白色袜子 各位想浑身上下都是血 可是这双白色袜子特别的干净 还有两只鞋 在旁边路沟的底部 这鞋呢 是分散的啊 应该是扔下去的 死者的白袜子上 没套着鞋 但是也没沾上现场的泥土 也就是说 这双鞋在死者生前 应该是一直穿脚上的 是有人在他死后才把他脱掉的 那么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 这就应该是个抛尸遗失现场 因为现场没有什么别的打斗痕迹 只有一个沿着沟坡的边缘 往下擦蹭的血迹 如果说当时打斗的时候 就是没穿鞋 就穿着白袜子 那你这袜子不会这么干净 如果是穿着鞋打斗的 那你会留下脚印啊 可是现场却没有死者留下的脚印 也就是说 应该是死了之后 被人从马路上就扔下去了 这要是个抛尸现场的话 这对于警方来说 可不算是个好消息啊 因为这是国道啊 车流量人流量都很大 又是百游马路 唯一能留下地方的 也就是公路边上 那土质的地方 又没有脚印 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这么说吧 除了死者本身之外 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这个现场 对警方的下一步侦查来说 几乎起不到作用 整个现场留下来的线索 几乎为零啊 什么身份证啊 证件啊 手机啊 都没有 也就是说 死者的身上一定被翻动过了 因为不可能说啊 已经到了一三年了 身上还不带个手机 不带个钱包呢 那么犯罪嫌疑人杀害死者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抢劫财物 还是制造一个抢劫的假象 来隐瞒死者的身份呢 现在啊 所有侦破的重点 还是得集中在死者本人身上 技术人员呢 就希望通过细致的勘察 来还原案件真相 死者的血迹分布的比较集中 刀伤啊 也是比较集中的 这就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局促的空间 被人控制住了之后 才实施的杀人 死者死在一个比较局促的空间里 意味着什么呢 狭小空间被人控制住了 如果有搏斗 身体的其他部位应该会有伤的 或者说会有血液的分布 可是死者身上都没有 抛尸现场这公路边上地势很开阔 附近的也没房子 显然这和死者所死去的那个狭小空间 相距很远 血迹很多 说明啊 它有一个转移的过程 那么警方就推断 很有可能案发第一现场是在一辆车上 车上空间就很局促啊 杀死人之后 顺带着就扔到了国道边上了 可是啊 这车都是运动的呀 也就是说 第一现场是一个移动的现场 所有的疑问和难题 这时候都集中到了一起了 死者到底是谁 这个尸体是怎么来的 得想办法查清死者的身份 才能推进案件的侦破 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之下 侦察员要如何开始呢 首先呢 就是查找尸员 从死者的衣着来看 警方推断啊 这个尸体 它不是一个流浪者 应该是一个有职业 或者说是生活比较正常的普通人 身上的没有任何的贵重物品 从这一点上来看 这个案件的性质 应该是抢劫杀人 对案件的侦察 往往一开始 最重要的就是定性 只要定性定对了 那么你这个方向就明确了 你就能少走很多的弯路 当时呢 就让派出所通知附近的村庄 马上查找符合年龄段的 有没有失踪人口 调查结果 很快就反馈上来了 方圆十几公里的 失踪人员的信息 都收集上来之后 发现没有和死者特征相近的 像这种抛尸 在国道边上的情况啊 很有可能啊 是流窜作案 也就是说 从一个地方杀了人了 然后赶到很远的 另外一个地方 再进行抛尸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想找到死者的身份 这就像是大海捞针 刚才咱们说了 警方推断啊 很可能案发第一现场 就是在一辆车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接下来啊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排查沿路的监控视频录像 每个摄像头拍下来的 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都不能落下 寻找在现场出现的嫌疑车辆 最重要的依据是什么呢 是案发时间 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之后 大致推断了死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2月17号晚上11点以后 到2月18号凌晨2点之间 可因为这条路 是繁忙的国道啊 主干路啊 车辆很多呀 警方经过24小时的排查之后 并没有什么收获 可就在案发第二天傍晚 临近的县市啊 却发来了一份奇怪的协查通报 河北省廊房市坝州市公安局 发过来一个通报 说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坝州市距离高碑店市啊 也不远 就是几十公里 是吧 这都是在我老家附近啊 我对这俩这都可熟了 那么这辆车 会不会就是警方 一直寻找的那辆车呢 高碑店警方 到了这个车辆那之后 这么一看 哎呦车里边啊都是血 血迹啊 主要还是集中在车辆后座的坐垫上 这就符合了之前警方的推断啊 第一现场是一个狭小的空间 这被害人呢 被人控制住之后 又没有抵抗能力 应该是两个人或者两人以上 控制之后实施了这种抢劫杀人的行为 虽然说两地隔着几十公里 但是事情不会说那么巧合 说这边刚发生命案 另一个地方就有一辆带血的车 这命案跟这车还毫无关系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现在行侦技术这么发达啊 要想着判断这俩事是不是同一个事也简单 提取了车上残留的血迹样本 与死者的DNA进行比对 这边等着比对结果 另外一方面还是派出了一组人马 按照这辆车的牌照信息 对车主进行查找 这车主啊 是一个老人 但是通过平时的车的轨迹来看啊 不像是这个老人自己在驾驶的 而且这老人的年纪比死者的年纪要大得多 那么这辆车真的和本案有关吗 或者说车主真的和本案有关吗 就在此时 DNA检测结果出来了 车上的血就是死者的血 车主他没有犯罪能力了呀 这车主他又不可能是死者呀 这里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所以啊 警方就要通过其他的信息关联查找 这时候反馈回来一个消息 说车主的儿子呀 比较符合驾驶车辆的这习惯 无论是日常的行驶轨迹啊 包括年龄都是比较符合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车主的儿子就是杀害死者的凶手呢 警方啊 就针对这个情况到了车主家附近进行秘密的调查 费尽周折找到车主之后 这时候发现又有一件事情出乎警方的意料 怎么呢 车主是一位老人 这车确实是儿子一直在开 但是经过DNA检测死者 就是车主的儿子 车主姓许 这个儿子呢 自然也姓许 这不废话吗 是吧 这许某呢 四十岁 生前呢 是附近一个学校里边的教导主任 从秘密调查到走访 再到后来提取DNA 进行DNA的比对 民警啊 跟死者的父母接触了好几次 可是这老两口 总是让警方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 而且这种反常现象 在警方走访徐某妻子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警方第一次去找徐某妻子的时候 那时候妻子啊 还不知道徐某已经死了 就跟妻子说 你丈夫去哪了 妻子就说啊 没在家 你外边找他去吧 别找我们 他的妻子当时是很不配合的 警方就感觉有点蹊跷 死者徐某是一位老师 按理说 生活工作都是很规律的 为什么会在深经半夜被人杀害 为什么又被遗弃在了离家几十公里的地方 这个案件 真的是一起抢劫案吗 这一家人背后还藏着哪些秘密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警方通过一次一次的走访 一次一次的调查询问 就发现死者家人呢 都有点不对劲 这一回呢 警方啊 决定把死者的妻子请过来问话 希望这一次问询 能够解决他们的疑问 本案到底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还是因为家庭矛盾而引发的谋杀案 这一问呢 才知道 原来死者和妻子在案发之前正闹离婚呢 据这死者徐某的妻子说呀 徐某当时在家的时间很少 所以失踪之后啊 家人也没有及时报警 可是当侦察员问到 徐某为什么会大半夜不回家的时候 妻子的言语就开始喊喊呼呼的 最后没办法了 这才说出了实话 原来啊 这徐某白天啊 是在学校里边当老师 但是呢 当老师收入不高 为了生活 晚上啊 还出去跑跑黑出租 这也就能解释徐某 为什么会出现在几十公里之外了 同时其他的人呢 也能够证实 当天晚上确实有人看见徐某 在外边趴活呢 至此 警方才彻底推翻了 徐某家人因为矛盾 谋杀徐某的可能性 可是啊 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疑问 因为家人啊 想着隐瞒徐某开黑出租 这个事实 让民警的侦破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 不过你要说是弯路啊 也不能说纯粹是弯路 就在这个过程之中 警方得知了徐某是黑车司机 又有了他的车牌照 很快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出现了 根据案发之后 被害人徐某当时的行驶轨迹 获得了一个卡口的监控录像的视频照片 这是在案发当晚 距离抛尸现场两公里的地方 拍下来的一张徐某的车 经过这的照片 就是这张照片 就让警方发现问题了 别说再通过技术分析了 只通过肉眼就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 当时驾驶座上 坐的是一个穿蓝色衣服的人 而死者徐某 穿的是一件深色的上衣 这个开车的司机和这徐某 他明显不是一个衣服呀 那么开车这人是不是嫌疑人呢 在犯罪嫌疑人 一气汽车的附近的一个网吧 警方呢 又找到了一段难得的监控录像 当天晚上从车里边啊 下来俩人 这俩人下车之后呢 就进了这个网吧 卡口照片上 只能看见一个穿蓝衣服的 而这段视频监控显示 这里边除了徐某之外啊 还有两个人呢 这符合警方之前对案件的分析 被害人徐某三十多岁 身体啊比较强壮 你要真说是一个人对付他 困难很大 那么这段监控反映的内容 正一点一点的印证着 警方之前的推测 警方很快又找到这家网吧 从网吧里面的监控录像里 又发现了这个穿蓝色衣服的嫌疑人 而网吧的服务员也反映 说这俩人呢 行为很反常 俩人到了网吧之后呢 主要是想找一个包间 就开一个单间 警方通过监控 就发现嫌疑人的口音呢 是河北保定的口音 因为呢 当时的包间啊 都已经满了 所以他们俩 就在这个网吧 最偏僻的一个角落 开了一台电脑 从这种种行为来分析 这俩人是想找个比较私密的地方 警方随后就对这两个人曾经坐过的位置 进行了搜查 发现上网的电脑 那个机箱旁边 一个完全不会被人注意的角落里 有一把代谢的匕首 这把匕首呢 被迅速送到了技术检验部门 技术人员呢 首先对匕首的形状进行甄别 根据这匕首的形状 在与死者的伤口进行比对 经过对比 这把刀和死者徐某身上的伤口 是符合的 但是仅仅这样啊 你不足以证明这把匕首 就是杀害徐某的凶器 接下来的检验之中 技术人员呢 还提取了匕首上的痕迹物证 进行了DNA检测 最终 这匕首上的血迹的DNA 和徐某的DNA 是相互吻合的 这就能证明 这把匕首 是杀害徐某的作案凶器了 也能够证明 这两个人 就是杀害徐某的犯罪嫌疑人了 这两个人在网吧里边啊 逗留了差不多六个小时吧 俩人呢 先看了一会儿电影 然后也困了累了 就开始睡觉 两个犯罪嫌疑人 这个举动啊 有点反常 为什么说反常呢 俩人刚杀了人 这个地方距离案发现场几十公里 你说近吗 他不近 但你说远吗 他也不是特别远 他们俩有车呀 为什么不接着开车 继续逃跑呢 你在这儿多停留一分钟 你被发现的几率就会更大呀 所以民警又分析 他们当时抛弃车辆是不是迫于无奈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突发状况 导致他们不敢开车 继续往前走了 警方随后对一气的车辆进行了勘查 哎 这一查可就解答了侦察员的疑问 俩人为什么选择一气车辆呢 因为这车呀 他快没油了 那刚抢劫完的犯罪嫌疑人 为什么不加油之后接着跑呢 因为当时死者徐某身上根本没带多少钱 据家属反映 徐某出车呀 一般身上也就带个几十块钱的零钱 买东西的时候呢 买的也都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分析 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身上也没钱 徐某身上也没钱 他没钱加油啊 又是深经半夜的 这个时间在当地 已经不可能再找到其他的交通工具了 那么唯一可以落脚的 又不用花很多钱的地方 那就是在网吧里 到了网吧 他们的目的基本上有这么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是处理一些物品 比如说这作案凶器 对吧 第二种目的 那就是等待时机 等待更合适的时间 然后逃离现场 警方就推断了 只要天一亮 当地的长途汽车 一旦开始运营 俩人一定会坐车逃离 那么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坐车呢 离不远呢 就是霸州市唐二里汽车站 那么他们从这儿潜逃的几率会比较大 因为唐二里汽车站的交通比较便利 也是附近唯一的一个交通枢纽 可是顺着这监控视频这么一查呀 让这民警都有点犯糊涂了 怎么呢 这俩人没坐车离开 从这网吧出来 又换了一个网吧 去了第二个网吧 警方看着他们呢 好像啊 是在这个网吧里等着什么 警方呢 有这么几个推测 第一是在等同伙 第二是在等另外的作案目标 第三是在等时间 他们抢劫了 他抢有脏物啊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销赃呢 警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别看他们从受害者身上没抢着钱 但是能确定的是 当时死者徐某身上 有一部白色的苹果手机 他们在当地迟迟不肯离开 肯定就是为了卖掉这部手机换钱 因为附近呢 有一个二手手机集散地 周边有很多二手手机的销售点 当时警方就挨家挨户的排查 当排查到第十四五家的时候 发现了特殊的情况 警方一亮明身份 这老板马上就说了 警察同志 你们也别说了 我知道什么事 有一个卖手机的 我看着呀 他就可疑 我都跟你们说了吧 前几天呢 有一男的在我这卖了一手机 当时啊 我就觉得不对劲 因为他不知道手机密码 从穿着打扮 看着不像是用这么贵的手机的人 而且呢 他又急着出手 当时那个人呢 就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 然后密码想不起来了 可看他当时的样子 不像是喝多的 后来呢 我就自己想办法测试了一下 我就问他 你说吧 你手机是不是美版的呀 没想到啊 对方说了 对 我这手机是美版的 实际上这部手机根本不是美版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 所以我就知道 这部手机啊 不是他的 当时呢 我就想让他出示证据 像什么买卖发票啊 或者什么其他的 但是他说他没带 然后我就说 这样吧 你啊 把你那个住址名字给我写下来 写完之后 再给我摁个手印 弄完了 我就问他 你看你这手机值多少钱呢 他问我值多少钱 我说 我给你出五百吧 其实啊 这部手机 正常卖二手的话 得好几千了 那俩人走了之后呢 我就一直放心不下 这不 你们还是过来了 随后 这店老板 就把手机 还有那个嫌疑人写的字句 一起交给了警方 经过核实 这纸条上写下的姓名啊 住址啊 都是假的 可万幸的是 老板让嫌疑人 留下了一枚指纹 在技术人员的努力之下 这枚指纹被提取了下来 并且在指纹库进行了检索 得亏啊 这俩人曾经都有过前科 在指纹库里都留过指纹 所以这一比对 很轻易就找到了 那么这两个同伙 一个姓田 一个姓张 很快 田某和张某 就被警方成功抓捕 经过审讯 两个人就交代了 他们是以打车的名义 上了徐某的车 在车行驶到偏僻的地方之后 抢劫 并且杀害了徐某 至此这起案件完美告破